赚钱的本质就是利用信息差借助资源提供价值 解决问题,满足需求,认知变现 大刀质简上面讲的是怕描述太多太过复杂 所以将它简化来说 当然,如果要展开讲大量细节和商业例子 哪怕几万,几十万字也无法全部讲完 可谓认知 你对这个世界运行的商业赚钱 各行各业,政治经济的底层逻辑是否理解透彻 我一向认为,外在财富是最直观的内在认知高低的现实投射 除非是运气好的拆迁户爆发户 这些财富本身与他们认知无关,只是侥幸 但其他那些经营企业或长期投资赚大钱的人 他们必然有高出一般人的认知 做实验,做全职交易成功 却故作懵懂谦虚侥幸的,无非是伴助吃老虎 不希望自己行业赚钱模式或者内部信息被外人知道罢了 何谓信息差,我知道的,你不知道 但是我很清楚我知道的信息,能解决你的问题 给你带来价值 这份差距,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优势 是你有求于我,抛开做实业 高学历技能者打工那一套 英语授课老师这种教导知识技能的 其实也不过是售卖单位时间赚钱罢了 除非批量印刷出版卖书或者网课录博反复算卖 你直接切换了赚钱模式,升级认知 除此之外,更有价值的往往是你时时刻刻 摄入的高质量圈层的及时更新的赚钱信息 这保证了你能与时俱进 不会单一依赖某一过时,低门槛的廉价信息 但说句残忍的 哪怕我手头通过一个高价值信息和高认知 投资或做生意,赚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除了血缘至今的家人 和这同一信息圈层存有恩于我的铁哥们 面对其他外人 我根本不会表露自己是如何赚到钱的 计较法也好,质疑也好,缠媚也好,根本没用 别人赚钱了也不会给我 别人亏钱了还要怪我 我也不差那几顿请客吃饭钱 除非对方是实力十分强劲的潜力股 能弥补其他领域资源的不足 那我愿意卖他一个人情 把赚钱信息透露给他,给他一定支点 那也是因为他倘若感恩 未来也能给我更丰厚回报 而在知乎小红书,抖音脸书 这种外人比较多的地方 也许会透露自己确实赚钱了 但是面对微信好友,高校同学圈 反倒自己会低调低调再低调 往往来自周围的人的嫉妒,最杀人 讲了这个逻辑就会明白 真正赚大钱的信息 非经非故,别人凭什么告诉你 都是要拿别的资源换的 哪怕我出国留学 很熟悉雅思考试和英美世界名牌高校的申请流程 各种申请和专业信息和数据 如何修改提升CD,PS,WS 如何直接接触教授 如何高质量套词 如何面试,甚至是如何总结晶 碾压竞争者获得offer 如何学业规划 一开始就占尽优势 我也更加懒得花时间在白嫖的人身上 因为我很清楚 这些信息差 背后都是大量的金钱 价值几万几十万 顶尖的美国高校 涉及未来就业 作为跳板 层层牵扯下来就是上百万 而普通人一辈子大部分 只能挣扎于底层的原因是 赚钱的圈子是有门槛的 高价值信息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 信息减防也无处不在 你可以学历不高 但是你的认知必须要强 无论是你的商业认知 对企业公司管理 商品商业赚钱模式的理解也好 还是你对金融资讯 高价值信息的戒毒 和大行事封口的预测也好 这都是你需要想尽办法抓住的机会 一个人一生抓住一两个封口 就可以达到小康小富了 甚至在封口行业做到 把态效应 强者愈强 越认知高的人 越富有越富有的人 摄取高质量信息和资源越多 摄取高质量的信息和资源越多 认知就越高 越认知高的人 则更加富有 普通人想要打破自己的思维之骨 终究要走太多路 吃太多苦 那最后总结一下 赚钱的本质是什么呢 钱永远是从认知低的地方 到认知高的地方 也就是认知高的人 永远通过认知差 在收割认知低的人 你所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险 你所亏的每一分钱 都是因为对这个世界认知的缺险 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平在于 当一个人的财富 大于自己认知的时候 这个社会有窮十九种方式 可以收割你 直到你的认知 和你的财富相匹配为止